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喜欢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这样洗头,洗头最常犯的六个错误 今天要来聊到关于说 当你洗澡跟洗头已经变成人生的一种例行公式 你知道洗澡的时候,你大脑已经慢慢的开启 所谓的自动导航模式 你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搓楼,每个冲水 其实你都无意识,你可能在想事情 或是你心情可能就想说,等一下吃什么 在思考着说我的未来 或是思考着等一下你要追什么剧啊 或是看什么书 当你一回神,你已经洗完,就是走出厕所了 有时候你还会自己怀疑一下说 我刚刚有冲水吗? 或是我刚刚应该是洗两次吧 就是你对于你自己儿时一直以来的洗头发的习惯 已经变成一种你不会再多加去评判说 自己刚刚做什么动作 因为它变成一种内建的自动导航 那有时候你可能默默地洗错了而不自知 今天就要好好地聊聊关于说 到底洗头怎样洗还是正确的 听到这里一样说 有必要教吗? 我从小就会自己洗头啊 我跟你讲,你有可能犯了一些错误 不要不信邪 今天就来探讨一下 那在实际进入主题之前呢 来分享一间我最近发现的早午餐店 它名字叫做The Toast Project 这间早午餐店呢 它的店纸是位于板桥区江紫翠捷运 在5号出口出来的巷子里面 就是其实就走出来不用两分钟就可以走到这间店 这间店呢 其实它是从三重新装造午餐 叫做The Toast 就是等于那些名店 然后后来进驻到板桥的江紫翠捷运站那边 然后冠名的一个叫做The Toast 加了一个Project 这间店呢非常大街 然后大概maybe有三十几平 虽然它的地点不是在大马路上 是在巷子里面 但是因为它装潢非常稳轻 很多人就会为了它去拍照 或者去彩点 它整个装潢就是以白墙为基调 然后搭配一些木质调的家具 外面整排 你看进去就是都是透明的落地窗 所以你可以从外面就完整的 看到整间店的设计跟人员 你看到里面到底有多少客人 所以整间店看的其实很极简 那里面提供的就是两个 就是菜单其实很简单 就是所谓的Daily跟Classic 这两种 那我说我看到菜单想说 就它的Daily有什么 就是什么培根啊 或是什么牛肉什么这些的 那Classic也是有什么培根牛肉 那我就想说 看到桌上有些人吃三明治 有些人吃汉堡 但是它的Menu上呢 就是整体只有一个英文字 叫做Sandwich 然后就分了Daily跟Classic 那你就完全说 请问Daily跟Classic的差别是什么 我就问了店员说 请问Daily跟Classic的差别是什么 我看不出来到底哪里有所谓的汉堡 跟所谓的三明治这个词 中英文都没有 然后他就跟我说 哦没有Daily就是三明治 然后Classic就是汉堡 换我说 为什么那么的文青 如此假摆 这是有趣啦 但是我觉得 就看他的菜单 就是这个百般的疑惑 他说我英文是这个多不好 但是看完之后呢 我就点了它的烟熏培根 就是所谓的汉堡 就是Classic的那下面的第一个 然后点完之后 它的这个价格 我觉得还OK 就120 但是我跟你说 他们家的 因为它的每个汉堡里面 有所谓的美式炒蛋 它美式炒蛋真的是有够好吃耶 然后我真的很惊艳 因为它的汉堡 面体吃起来完全没有湿掉 因为我想说它放草蛋 一定会滑滑辣这样的 可是它很贴心 用牛皮纸 帮你包起来 就是你用手 直接拿起来就可以吃 不像是有些那种 汉堡店为了摆设很漂亮 就是用那个盘子装 你还要刀叉给 你就很难吃汉堡 但它就直接帮你用 那个牛皮纸包起来 包一半 你就拿了就可以吃 就可以救口 而且我点了这个 就是所谓的烟熏培根 它上面那个汉堡的酱 是涂墨式起司酱 就是有一点辣味的起司 我跟你讲超好吃 我跟你说 我本来真的没有包含高的期待 我想说它就是个吃装潢的店 因为我看到它就是在IG 我出现在版面 然后我想说去打卡去看一下 但是我实际吃完之后 我真的是非常惊艳的 我真的很意味 它可以说是我近期吃到 最好吃的早午餐的 我没有再夸张 我说认真的 就是怎么会这么好吃的汉堡 而且价格就120 就还可以接受 因为我觉得它用料 就是整个吃起来 你会觉得值得那个价格 而且它饮料 其实算起来算便宜 因为它就是一般的红茶 有分布要等级 所以最便宜的有30块 然后贵一点什么 自酿发酵的50块 但是它还有折价 你点套餐 就是汉堡或三瓶制 它就可以折10块钱 然后它当然也有一般的 拿铁跟美食咖啡 就是跟外面的 那个什么 7-11相去不远 就是70、90这样子 但它可以折底 然后如果你还有 就是还有点胃的话 我当天有看到 还有其他有所谓的小餐食 就是它的套餐 是除了你可以加饮料之外 还可以再搭配个什么 生吐司 或者浓汤 或者它有烤吐司 有所谓的核桃巧克力口味 核桃花生口味 然后当然也有 所谓的沙拉可以选 所以我觉得它整体的菜单 就很简单 但它工作人员蛮多的 再次我要大力的 称赞他们家的店员 因为他们家其实 真的来客数蛮多 当然 它的流动率跟换作率也是高的 但是我去的时候 因为我一个人去 我刚才里面就 真的就是满满满都去 它就跟我说它后卫 我就在那边站了一会 然后就看到有一个 就是三个人走掉之后 有个四个人坐 是木桌的 然后就空下来 一般来说啦 你知道餐饮业 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如果像那种大桌 他们都会希望给多人坐 就因为我后面 其实还有人在排队 是两个人的情侣 然后他就看到那个空外 就说 诶 你可以去坐那里 然后我就说 我就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我看到 其实它有个长桌的 长桌那边有些 就是单客一个一个的客人 然后其实有空位 我就说我其实可以坐那里 他说没关系 因为你排队 你先就是轮到你 所以你可以坐那一座 没有关系 那我就觉得说 他们这个服务态度 让我觉得蛮加分 他不会因为你是一个人 然后他有位置 他就把你 就是你知道 就让后面的客人 就先去坐 他没有这个心态 虽然我觉得合理 即便他这样坐 我也是觉得合理 因为这产业 大家就是想讲求那个 你知道 就是冲了来客树 但是我觉得他们 就是有先来 后到这个观念 我觉得是加分的 加上他们是早餐店 就是那种 要拼这种 来客树的时候 他还有这种心 我就觉得那个 店员的态度非常好 给他一个赞 那整体来说 我觉得他们这间店 吃起来 就是CP值蛮高的 虽然他的餐 加起来都要100多块 但是饮料很便宜 所以整个吃起来 大概100出头 就不会让你觉得鬼 那如果你是一个 就是为食量比较大的人 你再加个吐司 也不到200 所以我觉得非常OK 在此 真心地推行给板桥的居民 他是位于江慈翠捷运站 5号出口出来的 叫做The Toast Project 早餐 好啦 回到今天的主题 洗头 小心要犯的六个错误呢 第一个就是 你要先确定下 到底是在洗头发 还是在洗头 你知道 洗头 顾名思义 就是所谓的 先去洗头皮 而不是洗头发 很多人在洗头 就是那 就是 广义来说洗头 他们就一股脑 把那个洗发型 倒到他 那头发上面再搓了 但是 就是你要认真 那边 你即便头发搓到出油 但是你其实 重点 油垢的来源 其实是头皮 就是你知道 洗错的地方 洗头发 当然是可以洗掉一些 灰尘 粉尘 什么之类的 那你如果去吃什么烧烤 它可以洗掉一些油烟味 但是 重点 出油的地方 其实是头皮 很多人是 不是琢磨在头皮 而是在洗头发 那这个 就很多人会犯的 第一个初级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 你要先确认一下 你在洗头 还是洗头发 那 其实两个都要洗 就是你除了洗头皮之外 你头发稍微也要 再搓揉一下 所以不要是单纯 就是你要洗头发 没有洗头皮 那这样也会导致 你头皮容易发炎 或是有头皮屑的问题 接下来第二个关于说 洗头最常犯的 小错误呢 就是二 洗发精 不搓揉 这件事情 延续刚刚那一点 在你知道 正式洗头的时候呢 你使用洗发精 很多人就很讲求 快速 加上男生啊 就是男生可能 就直接把洗发精 倒在头发上面 就没有经过手 没有倒在手上面 先搓了 你可能会讲说 我直接倒在头发上 这样搓 跟我放在手上搓 有什么差别 就是啊 都是 就是直接起泡嘛 但就跟你讲 你放在手起泡 那个造化 再把那个泡泡 放到头发上去洗 放到头皮上去洗 那才是正确的 不正确的洗发方式呢 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 实际的清洁你头发之外 你没有造化 你就是你要现在 手上面搓了 把它变成是有泡沫 之后再去洗 那才是真的能够去 清洁你的头皮的 你直接把洗发精 倒在你头发 你在头上造化 那其实没有办法 真的清洁到你的头皮 而且有可能 还会刺激你的头皮 严重一点 长期下来 还可能导致 你就常到的那个位置 会变成局部秃头的问题 所以千万要注意 就是第二点 洗头的时候呢 洗发心要先在手上搓了 让它起泡 造化之后 再把那个泡泡 放到头发上去洗 接下来第三个关于说 洗头发最常犯的错误呢 就是三 用热水冲洗头发 听到这里 你讲说废话 不然要冰水吗 我讲热水这件事情是 过热的水 过烫的水 尤其在冬天 你可能怕冷 尤其你知道 很多人洗澡的那个补作 是从头发开始洗 所以可能一开始 天气很冷你知道的 所以你一进预测的时候 你就会赶快把那个温度调高 想要自己赶快洗 因为很冷 那刚开始有第一个 就是先洗头 你要先把头打湿嘛 对不对 你头要打湿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那个嘴很烫 水很烫的状况呢 就有可能会带走 你头皮过多的油脂 而且还会导致你头皮 或是发肢损伤 更多的时候 如果你长期 就像冬天这么冷 你的那个热水过烫 它还会刺激你头皮 全身更多的油脂 导致你产生更多的头皮屑 所以你在洗头发的时候呢 要注意选择那个 不要就是过烫 很多男生可能会 你知道 有些男生可能 头皮屑也比较严重 所以他觉得洗头 就用热点 热水 他冲就可以止痒 而且用热水感觉 他就觉得 这样好像可以 就是清洁得更深层 但是其实它有可能 会导致你头皮屑 反而更严重 因为你头皮会出油 更严重 而且会伤到你的头皮 让它更容易发炎 所以除了刚刚说的 你洗头发筋 你要先把头发打湿 你头发确定 头皮都有湿 头发都有湿 再去上那个洗发筋 不要就干的 你的手搓了 就直接到头发上去搓了 这样也可能会 伤到你的头皮 跟你的头发 这是第三点 你如果用热水 去冲你的头发 有可能会默默地 增加皮脂的分泌 跟伤你的头皮 接下来第四个 关于说洗头发 很容易犯的小错误 就是死 用指甲 刮洗头皮 很多那种 以前的那种 古老的洗发厅 很多妈妈 阿祖妈 阿姨阿阿嬷 很喜欢叫那个 洗头发的小妹 用指甲去刮头皮 她就这样很爽 就这样才要洗干净 洗头发的时候呢 正确的洗发方法 是用指腹 不能用指甲 用指腹以画圈的方法 轻轻的搓揉 我跟你说 我之前 去看皮肤科的时候 皮肤科医生还有 建议说现在美国那边 建议的洗头发的 正确的方法 是说 甚至你的那个指腹 都不要真的 太大力去搓揉你的头皮 因为如果你太大力 在搓揉你的头皮 用力过度反而会导致 你容易掉头发 而是你要善用中间那些泡泡 像摸匀一样 中间的那个 不要真的用指腹去大力的搓到你的头皮 不要去摸到你的头皮 就是有接触 然后用那个泡泡去碰触你的头皮 然后用你的指腹稍微去带一下 然后画圆 轻轻的搓揉是重点 千万不要就是 你要赶时间 就大力搓一搓 搓没两下就就冲掉这样子 因为你如果用指腹之外 像刚刚说的 你如果用指甲去刮你头皮 长期就会有刮痕 然后可能皮肤可能会红肿或受损 导致严重一点可能还会发炎 然后有时候还会掉头发 所以千万要注意 因为你的指甲 你脑部定你的指缝里面 有些细菌 就可能此时就有机可撑 就会导致 跑到你的头皮上面 去有伤口的话 所以真的要注意 就是不要用指甲刮洗头皮 用指腹轻轻的画圈 然后如果你最近掉头发很严重的话 就可以尝试我刚刚说的 用泡泡的方法 中间这样轻轻的去按摩你的头皮 然后尽量要洗 不要太快 就是两到五分钟 不要就是随便回个两下就结束了 接下来第五点关于说 洗头发最常犯的小错误呢 就是五 用强力水柱 冲洗你的发旋 很多男生或女生 就是洗头发 你只要讲求就很累 然后这样天气很冷 想要赶快把它洗完 所以你就会开那个最强的水压 来冲洗你的头发 跟你讲过强 有些家里的那个联邦头 像我现在买的联邦头 是可以调段数 就是它可以调是像花灑这样 还是可以集中火力 在中间这样子 就是它那个喷射的水压很强 那有时候你可能清洗的时候 你就会讲求快速 你就会调高那个水压 但是我想水压过高 冲洗头发的话 有可能也会损伤你的头皮 尤其你可能要固定 你联邦头的位置 或是你手拿的位置 就是喜欢冲你的发旋 你觉得就是习惯 大家可能就是这个习惯 就是冲发旋 那个位置就很容易会导致凸头 那除了刚刚所说的水柱的 强度太强之外 冲洗的位置也要避免 如果你本身就是已经 就是有头发 比较容易稀疏 你一分之下有凸头的现象 或是你的就是额头 已经那个M字开始出现了 因为女生可能绑头发也会缺一块 你就不要再去冲哪一块 因为越冲 有可能那一块就会越稀疏 所以既然那个水 要去注意一下它的那个 水压的强度之外 是你要稍微去避开你的 就是比较稀疏的地方 这样才能够避免 它再快速的掉发 这是第五点 现在第六点关系说 洗头发最常犯的小错误呢 就是六 洗头发的次数迷思 到底该洗几次 就是实际上来说啦 一次完整的洗发过程 到底该洗几次才是正确的呢 许多人可能都心里会有一个 就问好 听很多人说都要洗两次 基本上我觉得女生 至少都要洗两次啦 因为一次是洗头皮 一次是洗头发 男生其实也是 但是如果你是男生 你有办法一次就是 很仔细的搓揉跟冲洗的 很确实跟干净的话 那洗一次也是OK 只是说前提是 你要洗干净 如果你洗不干净 你再洗个三四次 也是洗不干净 所以重点就在于 不要敷衍了事 正确的去搓揉 然后按摩 然后让那个洗发精 稍微的能够去 然后正确的起泡 再把它放到头发上面 然后再去冲干净 那这样不管你洗几次 其实都无害 就是说你是要洗正确 那回到刚刚的说法 就到底有时候 为什么季节性 或所谓的头皮屑啊 或是关于说发皮啊 怎么运用啊 或是油性肌肤 到底要洗几次 油性肌肤呢 其实如果你是油性 然后发质也偏油的话 大概一天最多 就是一次到两次 那当然还是有 所谓头发长度的选择 那头发比较长的话 就像刚刚说 如果是女生的话 可能就要分断 洗发尾啊洗发 然后再洗头皮这样子 那发品的部分 我觉得就是尝试 就多用 然后终究会找到一个喜欢的 然后如果建议 就是你洗完某一个头发 就很多人还会说 品牌要稍微更换 有些人就有这么一说 就是说 长期用个品牌 这样也是不好的 有时候要稍微交替一下 然后再换季 也是要换发品 如果你的 就是夏季的出油很严重 你可能就是夏天 可以用一些控油的 那冬天又有头皮屑的问题的话 那可能就要适时的更换 就不要 都是用一些磨砂成分 那可能冬天就会太刺激 这些东西都是在洗头发 给你要稍微注意的东西 那正确的洗发步骤 我稍微来分享一下 除了温和的水温之外呢 先用清水 在洗头发之前 清水打湿你的头发跟头皮 然后先把你头发上面的灰尘 跟一些皮屑 先用清水冲掉 这是第一步骤 第二步骤呢 是挑选一个适合你的 头皮特性的洗发精 然后要洗之前呢 先倒到你的手上面 大概5到10元硬币 看你的发量 跟你的头发长度 多的话大概10块钱 然后少的话大概5块钱 然后先搓揉起泡 再均匀的把这些泡沫 放到你的头发上面 去像弹钢琴的拱手的姿势 像是那样 拱手一直就是你手上 拿了一个感妈的弹钢琴的感觉 用指腹画圈 然后按摩头皮 每一寸头皮都要按摩到 接下来针对容易出油的位置呢 加强的搓揉 然后也要稍微的注意哦 在冲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要让洗发精停留在头皮过长 然后长度不宜超过5分钟 然后用所有的温水冲洗干净 加上如果你本身是有用一些造型品 用法拉或是那个喷雾啊 或是什么蓬蓬粉啊什么之类的 那洗发之前 就先请用润丝把头发的那种容易打击的地方 先洗开 再用洗发精去洗滴 那吹头发的时候呢 切记不要离那个吹风机太紧 很多人就是赶时间 那离吹风机是5到10公分 那就会过烫 过烫也容易会导致你头皮受损 头发也是会因为 也会因此而分岔或太干 所以千万要留意 还要再拨头发的时候也是不要太用力 轻轻的拨就好了 那这样才不会导致在脆头发 或是洗头发有掉发的问题 好了今天就分享六点关于说 洗头发的一些容易犯的小错误 希望提供给你参考 最后还是要说 如果对今天议题你有任何意见跟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你收听还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那如果是厂商的话呢 有任何的合作邀约 在咨询栏文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我IG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你是用Spotify或是用Apple Podcast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Spotify最新也有评价的功能 所以你也敢去按一下五星 最后如果有任何意见呢 都欢迎留言给我 都去看哦 好啦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